凌晨四点左右 超商监视器拍下 用残缺一名男子攻击站在他面前的副店长 男子还拿出预藏的刀子 副店长强力抵抗 两人一度扭打在地 一路打到柜台 男子从头到尾没松手 还把副店长压在地 疯狂出拳猛K 送爆声上门 吓坏了 赶快报警 直到警方到场 亮出警棍 男子才停手 但副店长已经被打到眼球顿伤 严重手毛眼 副店长眼部抱着纱布 因为眼眶碎骨压迫到眼球 势力严重受损 住院整整半个月 他在弄那个插座 然后有点暴力 我就过去回签一下 事情的起因是 当时男子喝醉在用餐区充电 副店长上前提醒不能冲 并请他填写实联制 没想到男子因此不满 开始一连串攻击 离谱的是男子隔天祸事 居然跑回超商访话 他都已经呛吓说我会再回来 谁还要赶回去上班 执行这个公务而造成的被伤害 政府不该加以关心吗 男子打伤人还不够 出言恐吓 让副店长家人担心又愤怒 将依涉嫌恐吓罪 含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整起案件宛如屏东超商挖掩案翻版 只是提醒防疫作为就被往死里打 让人不禁想问 店员的安全谁来保护 记者韩最新洋见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 早上带发 credentials! 来这慢点吧 对 说请问! sad 这会说早上带拍水 早上带拍照 by bwd6